这个恶魔摸到女警身后 双手抓住她的脑袋挤爆 血液从她指缝漫出 警长见状立刻掏出枪射击 枪声响彻山谷 两人原本是来处理一桩案子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 这块地皮的主人比尔进警局报案 他在昨晚发现一恶魔崇拜组织 利用活人献祭召唤恶魔 比尔亲眼看到高大的怪物爬出深渊 不过他在警局报案时叙述不清 只说一群穿斗篷的人闯进他的地盘 然后就开始介绍斗篷的颜色 半天讲不到点子上 而且还不断添油加醋 活像个天桥底下说书的 警长逐渐失去耐心 等比尔说到那群人从地底召唤出恶魔时 他完全把对方的话当成了恶作剧 这时住在附近的大伯过来 吵着让警察帮他找狗 老头被打断很不爽 两个人七嘴八舌差点吵起来 警长好不容易才制止这场闹剧 让手下大宝把大伯打发走 比尔有在越南从军的经历 他好心的提醒警长 最近要注意电话线路的情况 如果发生中断 可以利用短播广播通信 运气好还能捕捉到其他信号 警长答应会去比尔家附近调查 女警小宝忍不住提醒他 这个叫比尔的老头 精神状态不稳定 之前还说见过外星人 不需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但警长还是打算出去寻访 因为这位叫平盖的警长 刚从大城市纽约调职过来 自打来到这里 没接到过一个大案子 他手底下的大宝小宝 早对此习以为常 没事就帮邻居抓浣熊 驱赶蝙蝠 因为这些东西携带狂犬病 万一咬伤了农户的牛 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比尔的报案虽然不靠谱 但起码不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按照对方所说 来到小镇中最受欢迎的电台 这里就是利用短播广播 平盖向广播员询问 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新闻 对方回答在交叉路口处发生了车祸 还有一个男人在车站附近离奇失踪 但是在这个偏远的小镇 有很多男人抛弃弃子 选择独自出去闯荡 平盖让他持续留意类似的情况 如果再发生就通知警局 广播员不以为意 在这样封闭的地方生活 就要明白一个道理 不要想着自找麻烦 另一边大宝开着车帮大宝找狗 期间用无线电跟小宝对话 得知比尔在警局的胡言乱语 比如说电话线路会出问题之类的 小宝让他找到狗就抓紧回警局 不料大宝在半路发现异常 一辆倒在地上的单车 旁边还有大摊的血迹 大宝无意间偏向一侧 谁知看到两个斗红人 等他再仔细一看 那两人又消失不见 大宝慌里慌张的上车 想火速赶往警局 与此同时 公路的另一边一对情侣正在车里清热 车艇突然传来一声震响 小伙好事被打断烦躁的下车查看 而女神留在位置上等待 他紧张的环顾四周 谁知男友猛的冲过来拍打车窗 下一秒就被怪物扑走 女人彻底慌了 不过沾满血的魔爪很快就伸向他 小镇中危机四伏 可怖的魔鬼将要浮出水面 邪恶组织的人没有忘记 目击者B2 接二连三的找上门来 他们穿着黄色斗篷 手里拿着奇怪的武器 B2健壮丝毫不慌 还不断的出声挑衅 有本事你就上前走几步 斗篷小黄人绷不住了 走几步就走几步 B2在越南服役过三次 可不是一个一般的老头 另一个斗篷人文言也走过来 都有前车之剑 还不响着小心脚底 不出所料被机关炸飞 斗篷人好像不知道 吃一切掌一掷这种道理 就知道昂首挺胸往前走 最后一个斗篷人也悟出机关 被捕熊器夹住 站在原地狼狈的挣扎 B2亮出手中的炸弹 虽然斗篷人智商不高 但他们的目的只是喂养恶魔 在对方吞食疏人后 开始了新轮的进化 两只尖角刺穿皮肤长了出来 进化出一对拉风牛角 画面一转回到城中心 小暴急忙找到寝掌 报告在比尔家附近听到爆炸声 而抓狗的大暴还没回来 瓶盖文言马上过去查看情况 不料他刚领开没多久 有两个居民发现城中的电话线路故障 无法进行正常通话 他们去电台查看 没想到那里的故话也没有作用 此时门外传来引擎声 是找狗的大暴回来了 几人走过去问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城中的电话线路失效 对方文言一脸凝重 大暴想到比尔今早来警局说的话 他知道警长跟小宝去调查了 决定先等两人的消息 瓶盖已经到达比尔家 发现这里一片狼藉 比尔却不见踪影 他的轮椅孤零零的倒在地上 瓶盖上前一步查看 示意小宝在原地等待 接下来就发生了最开始的一幕 小宝被怪物弄死 瓶盖生死未卜 另一边大暴等人守着无线电 却迟迟联系不上对方 四人不想在原地死等 帽子男打算去比尔家一探究竟 播音员留下 守着短播收听各路消息 大暴跟长发男各自巡逻 确认居民没有出现意外 等大暴出门发现 帽子男还没走 居然有人偷走了 他车上的电池 猫子男猜测 敌人想把大家困在小镇 与此同时 斗篷人也在行动 他们盯上了大暴的暗恋对象金优 从袖口中抽出短刀 金牛下的大将 正在附近的大暴刚好听到 立即掏出枪跑过去 金牛正举着铁铲防身 大暴见状马上开枪 射杀斗篷人 不料躲在暗处的同伙扑过来 打掉了大暴的手枪 两人赤手空拳打了起来 金牛趁机举着铲子扑过去 不停地插向斗篷人 大暴把他拉开 不曾想新的斗篷人出现 这时金牛的叔叔走出来 让两人躲进屋里 他留下来善后 叔叔举着锤子砸向敌人 奈何以一敌二落入下风 被斗篷人挤刀捅死 帽子男那边也遭到斗篷人的袭击 还开枪干掉了一个 紧接着又有新的斗篷人现身 帽子男见状索性打烂油箱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躲在附近的大宝厅道后 打算出去看看 金牛扔给他一个棒球棍防身 两人正不舍告别 长发男打断他们 说帽子男没被炸死 只见对方从烟雾中走出来 到旁边的车库查看 不曾想被恶魔拖了进去 躲在对面的餐厅服务生凤姐 看到全城下的大叫 同事刚想问他发生了什么 就被突然现身的斗篷人砍死 凤姐尖叫着逃跑 危机时刻播音员扛正枪救场 把凤姐扶进屋里 他说刚才看到了飞人的怪物 众人文言面面相觑 不可知的东西往往是最可怕的 大宝身为警察不能坐以待毙 决定先回警局一趟 起码能找些武器回来 就在这时播音员有所发现 斗篷人正把死去的同伴 拖到树林深处 喂食不明生物 发出的声音让人牙酸 大宝举着棒球棍走出去 结果在警局门口遇见斗篷人 他打一个就够费劲的 甚至背后又冒出新的斗篷人 大宝被对方压在墙上 他拼命夺过斗篷人手里的铁钩 卯足了劲奋力反击 不料被人家一棍子砸倒 好在瓶盖即使赶到 他补枪干掉斗篷人 跟大宝躲进屋里 搬过桌子挡住大门 瓶盖把枪扔给大宝 让他守好门口 随后翻墙倒柜寻找子弹 他是直面怪物后唯一存活的人 深知眼下情况危急 比亚说的话完全属实 这群人从地狱释放了恶魔 大宝让他打开正木柜 里面有从比尔那收缴的军火 瓶盖确认好斗篷人 未是怪物的地点 然后让橄榄球运动员出身的大宝 负责待会冲出去转移视线 他要指导黄龙找到怪物 大宝用无线电联系其他人 告诉大家警长还活着 老是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就在所有人松了口气时 望风的长发被斗篷人刺中小腹 大家一股脑冲上去 把他抬在桌子上急救 草草的包扎直写 另一边的警察小队开始行动 大宝端着枪出去吸引注意 跟接连不断的斗篷人缠斗 跌跌撞撞的跑进电台 而倒霉的长发男已经咽气了 另一边的瓶盖出击 一炮轰倒前方的斗篷人 然后走到加油站附近 他捡起地上的棒球棍 冲向另一个斗篷人 经过一番苦斗 成功把对方撂倒 瓶盖一棍子砸死斗篷人 捡起火箭筒离开现场 他走到恶魔藏身的灵场 暗处不时传来怪物的嘶吼声 瓶盖冷静的装填火药 先把武器放到一边 顺手捡起地上的电锯 他启动开关 小心翼翼的往里面走去 而恶魔就在暗处盯着他 一步步朝对方破镜 瓶盖的精神高度紧张 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神态癫狂的挥舞着电锯 恶魔却迟迟不肯现身 瓶盖只好大叫着挑衅 终于将恶魔引出来 他马上转身拿起火箭筒 只见牛角恶魔从树林中爬出来 瓶盖最准对方就是一炮 一时间浓烟弥漫 他弯着腰咳嗽不止 担心瓶盖的凤杰等人 壮着胆子走出来 还好对方并没有大碍 恶魔也被消灭 他们需要找一辆有电池的车 想办法离开小镇求助 一心人相互搀扶着向前 影片到此结束 看到结局这个镜头 实在想吐槽一句 你们小镇上就这几个人吗 其他居民到底在哪 导演好歹多请几个群演出来 不过从怪物的几次出场 就能看出经费稀缺 怪物几乎没有露出过全身 所有镜头都有不同程度的遮挡 直到电影结束 都没有给一个清晰稳定的特写镜头 号称地狱来的恶魔 居然直接被火箭炮打死 实在是草多无口 再说到罪魁祸首的斗篷组织 能看出来确实是一个 搞恶魔崇拜的狂热分子 要不然也不会把恶魔召唤出来 也不指使对方做任何事 反而鞠躬尽瘁 到处替恶魔抓口粮 其无私溺爱程度 简直让当代追星女望尘莫齐 总而言之 这就是一部毋庸置疑的烂片 就好期待 好期待 好期待 好期待